怕冷跟從小長大的環境有關 跟遺傳跟性別都有關 如果你從小在很冷的地方長大 自然就比較不怕冷 我每次看到白人就放任他們的嬰兒 穿尿布在走跳 合理的人都會建議你 怕冷就去增加肌肉量 增加新陳代謝率 真的覺得冷就喝點熱水 還有多穿一點 嗨大家見過了好嗎? 歡迎到李克太太 夏天很熱很多人會開冷氣 我有一個體質非常燥熱的朋友來我家玩 坐了幾分鐘之後開始冒汗 就很生氣的問我說 你到底有沒有開冷氣? 我說有啊 他說你遙控器給我看 他拿到遙控器之後超級生氣 他說這麼熱的天氣 你開27度送風是什麼意思 其實為了友情 我知道他要來 我就偷偷的從28度調到27度了 因為我的身體沒有辦法理解 開低於28度的冷氣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就會開始覺得很冷 然後我就去穿了一件外套 任由他修改我家的溫度 就像從小在會下雪的紐約 跟四季幾乎都只有十幾度的北家 長大皮非常的厚 所以氣溫10度以上的時候 都是穿短袖短褲 北家一年四季尤其是我家住在山上 平均每天就是12度到20度來回 每天都是很適合我穿羽絨衣 就想穿短袖短褲的場合 然後有一次我看到身上 只有穿著一件尿布的嬰兒 憂憂的躺在床上 我當場人生的跑馬燈就一直從眼前閃過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竟然要這樣冷死我的兒子 身為亞洲人我真心的覺得 我們的體質跟心理強度和白人不一樣 我每次看到白人就放任他們的嬰兒 穿尿布在走跳都讓我更加確信 雖然我不想承認 但我心裡絕對內建阿嬤模式 總之溫度這個問題 會讓好朋友吵架夫妻失和 你是跟我一樣怕冷的人 還是照熱體質的人呢 跟別人永遠活在不同溫度之下 真的心很累 那怕冷和體溫不足是完全兩回事 我講的不是你去登山 上面都是學那種濕溫 而是在室內 就是比別人要多穿兩件衣服 而且各種手腳冰冷 雖然我不是阿嬤 但我永遠覺得 我今天好像可以再多穿一件 這到底有沒有科學上的解釋呢 怕冷的感覺是 皮膚上的神經傳導開始 皮膚上會有傳遞溫度的訊號 和溫度改變速度的訊號 畢竟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生存線索 氣溫如果驟降 就會影響到身體核心溫度 你只要沒有調整好 你就可能會失溫 所以當你感受到冷的時候 大腦會先叫你血管收縮 讓表面的失溫減少 然後起個雞皮疙瘩 讓你的體毛豎起來 形成一個空氣隔熱層 最後還冷 就叫你肌肉產生熱 你就會發抖了 熱會經由你的血液傳到你的皮膚 就這樣子循環 可以調節你的體溫 當你覺得熱的時候 血管就會擴張一點 讓更多血液通過幫助散熱 所以你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熱 黑猩猩也是這樣調節體溫的 那黑猩猩如果冷 他會拿東西蓋住自己 但你知道人跟黑猩猩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嗎 就是天氣冷的時候 我們會抱怨天氣 之後再抱怨 為什麼另外一半在這種天氣還可以流汗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不公平 就只有我覺得冷 但黑猩猩不會 發完斗之後他就沒事了 黑猩猩是個好孩子 怕冷跟從小長大的環境有關 跟遺傳跟性別都有關 如果你從小在很冷的地方長大 自然就比較不怕冷 遺傳很容易理解 那性別呢 為什麼女生常常比男生容易覺得冷 難道是因為女生比較容易心寒嗎 其實是因為男性本身體內 有比較高的高骨銅量會減少他們對冷的感受 而且很不幸的 女性脂肪比例比男性高 大多數啦 表面積相對來說也比男生高 所以散熱相對容易 而且身上能幫助纏熱的肌肉 一般來講量比較少 比例也比較少 所以雖然大家的核心溫度都正常 但是女生比較容易散熱 比較不容易產生熱 會覺得人很正常 有一種叫做雷諾試症的病 會因為血液循環太慢 導致手腳冰冷 手腳還會出現蒼白或是紫色 如果你真的有這麼誇張的話 我相信你現在已經在給醫生治療了 如果還沒有的話你趕快去 之前在電視上 我有看到僧侶在喜馬拉雅山上的雪地 身上蓋了一個淨濕的布之後 就這樣子披在身上打坐一整個晚上 隔天身上那些布都是乾的 人的身體也很溫暖 這到底是什麼黑魔法呢 原來這是一種叫 Tumor Meditation 內火冥想的瑜伽 是一種古老的醫療方法 最主要是藉由一連串的呼吸跟視覺化來練習 科學家覺得這真的太神奇了 他們就去研究 發現那些人在冥想的時候 有辦法藉由呼吸把體溫升到38.3度 然後再配合想像 把這種體溫稍微再延長久一點 還有人去研究能把全身泡在冰塊裡面 88分鐘的那個世界紀錄保持著 發現那個練過的人 他真的有辦法調節自己的新陳代謝 來調節體溫跟心血管系統 所以人體真的很奧妙 合理的人都會建議你 怕冷就去增加肌肉量 增加新陳代謝率 真的覺得冷就喝點熱水 還有多穿一點 但我這邊說 喝熱水不要喝太燙 會有遲到來的風險 總之我覺得如果冷很困擾你的話 真心推薦去學一下內火冥想 練個超能力應該會比較快 當天氣冷的時候 就找個不怕冷的辦法 除了可以洗精 睡覺之前把手跟腳可以伸到 不怕冷的身上 真的太幸福了 所以單身的人 距離冬天還有一段時間 祝你可以找到 互相取暖的另外一半喔 今天就這樣